我们的石头 这就是我们的简易绿水器这样子 环工系同学是应用大石头小石头和过滤棉 做出简易的绿水器 透过动手操作 深化小朋友对水资源的认识 大业大学的这个SDGs的 这个环境场域的一个部分 一直陪着彰化县的国中小 这样子的一路的一个成长 一路的这个陪伴 所以我们绕民国小很高兴 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可以来到大业大学来做这个参访 跟一些手作的一个课程 那么绕民国小呢 在这个SDGs的部分呢 我们今年也要做了这个 那个台美生态的这个铜牌的一个认证 园林绕民国小师生一行人 十次参观了大业大学SDGs校园实践场域 观摩绿色校园的节能和永续的实践 学生们来大业大学学习SDGs呢 就在校园里面走动就可以学习到 而不是传统 死板板的这个课本的学习 那我们每一年都会打造一个主轴的学习的场域 那今年我们主力就是在这个永续的这个 我们的植栽的部分 那我们配合国小国中的自然课本 在校园的这个场域呢 就实体栽种了五六十种以上的这个植物 那让小朋友来学习 那那可以把课本的看到的跟实际做一个结合 透过丰富的体验课程提供小朋友丰富的启发 更了解永续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来实践 张华人张华是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